传落马的火箭军副政委唐国庆据报转任军区贤职徒 看中国记者林忠宇综合报道 北京当局军中反腐风声频频之下 近日传有传落马的火箭军副政委唐国庆中将 又有消息说三月前高调离原有实权职位 担任南京军区上后办政委 据港媒大公网10月26日报道 称从有关部门获得证实 火箭军副政委唐国庆 中将今年7月已调任南京军区上后办政委 但缠月公开资讯 为建军方有关人事调整消息 佐证唐国庆先后任职第二套兵 某基地政治委员 第二套兵政治部主任 第二套兵副政治委员 2006年7月唐国庆晋升为少将军衔 2015年7月6日唐国庆由 少将军衔晋升为中将军衔 2015年12月升任军改后的火箭军副政委 2016年8月兼任火箭军政法委书记 2016年2月中共五大战区战区成立 七大军区撤销七大军区均已成立善后办公室 由副大军区及将领领头 负责处理原有大军区机关面临的老干部服务 干部分流 伤病财人员安置 以及经费物资 装备器材 营房设施等管理工作 据说亲共的海外多维网衬 由于涉及人员流动 唐国庆调往南京军区善后办 意味着这一旧大军区改革遇到难题 数天前曾有未经证实的消息说 唐国庆遭调查 据香港明报 22日腾 有署名文章披露张扬自杀身亡后 军中有一大批将领袖牵连 除传出东部战区参谋长杨辉中将落马的消息外 火箭军副政委唐国庆中将也在落马名单 此番亲共港媒大公网放出唐国庆调任消息 显然是未破除传闻 观察家认为 原军区上后职务 时是闲职唐国庆 调离风头正进的火箭军 无疑是有遭贬之嫌 但或算是平安过关 今年北戴河会议结束 后习近平召开中共中央军委党的建设会议 再提军队反腐败问题 港媒明报八月初有报道 指中共军队将展开下一波人事调动 再清除了郭伯雄 徐才厚以及郭 徐于读后又打落张扬 防风辉两只军虎 接下来军中还要继续清除张 防于读八月起陆续传出东部战区副司令兼参谋长杨辉 西部战区副司令刘晓武已被居查 南部战区政委魏亮和原广州军区司令许粉林 已被降级退役的消息 10月16日官方通报了去年落马的中共军方 原高层防风辉和同期在审查期间 自杀的张扬的审查结果 两人均已被开除党籍 军级和许骁上将军衔希望之声 10月19日引述美媒报道 习近平正在进行第二轮军队清洗下一步首当其冲 的是东海河北部战区的领导层 虽然未必是战区司令 但级别一定不逼香港南华早报人引消息称防风辉案件牵涉到 300多名军队人员总部在香港的 中国人权民运信息中心10月17日爆料 趁有120名将领正在被调查 并且810元本有四人要升上将 也因故取消军中已出现极大内乱等等